下面一位特别来宾是李光宁牧师 李牧师在2001年到2006年中间 在我们教会担任主任牧师 李牧师在教导方面很有恩赐 在他在我们教会的中间 在把主日学的课程 一一的有系统的建立起来 让我们弟兄姐妹 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根有基 在2002年 李牧师也发动我们教堂的重建 在2003年我们这个教堂盖好了 为了弟兄姐妹有更好的 在神的面前有敬拜的地方 在这里一起为神的国 我们一起努力 李牧师他叫李光宁 有时候我们师班练师 常常到门口会说圣谢光宁 那牧师就说不客气不客气 感谢神 李牧师在我们中间 他现在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 任院幕 也是专任的讲师 我们时间交给李牧师 王牧师 王牧师 陈牧师 中华归族教会的长老们 弟兄姐妹 祝大家平安 郑武彤刚才一封对我的介绍 我从2001年到2006年 有五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在中华归族 40年的历史里面 我有幸 可以陪你们走过 八分之一的路程 即使是只有短暂的八分之一 但对我来说 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学习 很大的转捩点 离开这个教会之后 大概有差不多 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 直到差不多是 大概一个多月前 我有机会再一次地 进到这个礼拜堂 跟弟兄姐妹一起做礼拜 我心里面虽然没有说 但是我里面 非常的汹涌澎湃 因为我感受到神的恩典 真的是在中华归族教会 让我可以感受得到 上帝的同在 每一次在这里的崇拜 都能够让我的灵震撼 所以感谢上帝 让我能够在过去那五年当中里面 跟我们教会的长老们 实事同工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 所以我回来那一次呢 这一个欧牧师呢 就抓着我说 哎 教会也有四十周年的 你可不可以给教会写一篇文章 我真是求之不得啊 因为心里面有太多的感恩 太多的事情 我想要说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说不出来的 就像现在我站在这里呢 我正还正在 好像要说的话很多 但是呢 就是说不上来 所以我就 也就 回去赶快就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也在今天的 这一本四十周年的 纪念刊物里面 我的题目叫做 从牧养中学习 的确我在这五年当中里面 神透过这个教会 让我有很多很多的学习 2001年 那是我刚刚 差不多过了五十岁不久的时候 那么 我突然在 我施加哥的墓会的工作呢 差不多告一个段落 我心里面就在想 神啊 你到底下一步 要让我怎么走 但在上帝的感动 无意间让我看到的 中华归族 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对这个教会 不理解了 但我就开始 跟这个教会有点接触 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我自己的老师 在我基督书院大学的时候的老师 胡元公 牧师的教会 其实在我印象里面 胡牧师他不是牧师 他是一个老师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十几二十年 没有见面之后呢 神带领他 成为一个他忠心的仆人 我还记得我在 接受这个教会 这个授旨典礼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着 我的老师就好像是 以利亚一样 把他的棒子 交给他的学生 以利沙一样 所以我在中华归族 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学习的 这五年当中里面 给我留下许多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特别 人在福中的时候 不知道福的 等到你离开了以后呢 你再去回想的时候 你发现神把好多的祝福 是放在你身边的 我先说一个比较简单的 当我今天看到 我过去牧羊的时候 我辅导过很多的年轻人 在婚前辅导上面 然后 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 大概在我五年当中里面 在这个教会里面 至少有十对的青年男女 是在我的 在任期间里面 结婚的 今天当我每次 我去看我的Facebook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这些过去证婚的家庭 现在已经是各个 不但有家 还有儿女了 我刚才还在跟这几位 弟兄姐妹交通说 每次看到这个 我心里面只有几个字 第一个字就是感恩 第二个字就是 我心里面有一种 与有荣烟的感觉 这是上帝的祝福 我更感谢上帝的就是 这些人遵守在他们 婚前辅导的时候 所接受的教导 他们一直持守 他们婚姻的约 没有改变 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感受到 我印象里面最深刻的 就是上帝给我身边 有一群 非常有智慧 能干 又有属灵的内涵的 这样的一个长老们 我们每个月开会一次 我就发现 神把不同恩赐的长老 放在我的身边 提到这个我要特别抱歉的 也许你们都还没有拿到 这个四十周年的纪念 但是在这里面有一段 我提到长老们的事情 你们 我今天在这里台上不要多讲 可是我要抱歉的是 这里面我漏提了两位长老 后来我有补上 但是可能我写得太长了 放不进去了 所以他们还是没有把我那个补上去的放上去 但是我要简单的提 我从王长老那里看到他的谦虚谦卑 我从黄天寺长老那里看到 他对圣经的精辟的分解 我从李志纯长老那里看到的什么 他的行政的能力 他的法令的熟悉 你不要想在教委的财务上 想要动任何手脚 那是没有机会的 当然不会有人 可是我知道每一个条文 他都知道得非常地清楚 之后我们就会因为这个有需要 因为李长老后来大概在我同工一年多以后 因为他的公司的需要 他被调到台湾去了 所以我们选了苏志中长老 对不起 我又落掉了 现在年纪大了 魏伊亨长老 魏伊亨长老是一个常常笑脸迎人的 而且他的出席力之高 每一个团契几乎都有他的踪影 只是他有一个缺点 常常迟到 但是从来没有人会因为他的迟到而不欢迎他 为什么 因为人知道他那个内心里面的真诚 等到苏长老 苏长老也是一样在行政上 在沟通的能力上 在组织的能力上 真的是非常出色的 也可惜后来他也受到他的公司的青睐就调到中国去工作了 所以我们又选上了汤耀星长老 汤耀星长老让我感受到的是什么 是他那个属灵里面的那种历练 他的圣经小小一本 大概就差不多一个iPhone这么大 那么再稍微大一点点 大概现在是iPhone6 那么大小 可是几乎查经查到什么 他都可以翻来翻去 就可以找到跟那些经文有关系的串著的经文 他每次的分析 在团系里面的分享 受到弟兄姐妹的尊重 我要说什么 我要说的就是说 在那个五年当中的时间 神把这么有历练的长老放在我旁边 为的是因为神怜悯我这一个智慧不足的传道人 感谢上帝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扶持之下 弥补之下 我可以在这个教会还能够与神同工做一点事 那么在这个五年当中里面 我当然弟兄姐妹都已经提到了 我们在跟长老们同工们 我们就一起把一个 他们其实不是我 是他们多年已经有计划有想法的 要把这个礼拜堂重建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 吴牧师因为他已经生病了 而且真的是住在医院里面很久了 他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在带领了 我相信如果服务师身体好 他一样的可以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 但神就是透过我 把长老们的力量整合了 那我们就在短期间里面 我们就把这一个礼拜堂盖起来了 所以这是什么 是长老们为这个教会 已经祷告很久了 我来只不过是临门一脚而已 今天因为苏当老只给我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 所以我要很简单的讲 我心里面只有非常的感恩 除了刚才一封弟兄所提到的 我在这个地方我也推动 我们成人主流学的工作 另外一个就是小组的运作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愿意学习 怎么样能更多的来服侍 服侍神来爱神爱弟兄姐妹 当我回到教会的网站去看的时候 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现在我们的教会大概有十个小组 有九个团契 我相信假以时日 我们的小组会继续地增长 我们的团契会继续地扩充 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教会 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看到多数的人 你们的脸孔我都还能够记得 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相当陌生 因为你们是在我走了以后 才来的 让我告诉你 你不要怀疑 你来的教会 是一个非常成熟 稳健健康的教会 在那五年当中 我跟长老们 我们同心祷告 然后我们为教会 定下了教会的使命先缘 这个使命先缘 我这一次要来的时候 我特别在上网去看 没有改变 所以我又有一点 以有容颜的感觉了 那么这个使命先缘讲什么呢 说要引领未信的人归信基督 我们也要带领已经信主人成为 更成熟 委身的基督跟随者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继续在这个教会 跟弟兄姐妹同心相爱 在牧师长老们的带领之下 顺服 有一天你一定会成熟 更成熟 更委身的教会 在我跟长老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编织了许多的梦想 今天这些梦想 还一样的放在教会的网站上面 弟兄姐妹 继续跟牧师长老们合作 有一天这一些的梦想 都会一一地实现的 不管在宣教 传福音 步道 关怀 辅导 外展 我相信 我们都能够 在为神 做更美好的见证 今天这个四十周五年的刊物 看起来厚厚的一大本 都是神的恩典的累积 都是神岁月的冠冕的记号 我相信再过四十年 我看不是只有大博 恐怕是 Triple的分量 才能够描写 能够肃进神 所有一切的恩惠 愿神得到他自己 当得的荣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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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